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们三台yongyongyong show的时间 大家都说我们是Nikon台 我们今天不认识Nikon 我们只是讨论Canon 我们要收回Canon钱 现在全部转看说Canon 这件事是容易的 你猜别人会不会给钱呢? 你有没有看特朗普说TikTok堂吗? 没有 他说你现在是在做一个史上最大的新闻 这是Inflation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没有 这个是TikTok 这个也是TikTok 他现在卖的保释是外国 以前那个很大的 这个就是Inflation 可以解释 特朗普还说TikTok堂 我不认识这家公司 但是他现在是在做最贵的新闻 史上最贵的 好 现在我们正在做史上最贵的Canon 的新闻 三台yongy 对 对 其实因为Sigma Sigma给了两支镜 我试试 这支31.4 另外一支56 1.4 其实这两支镜 我用很多 这支56 1.4 稍后再说 基本上这两支大光圈镜 对于R-mount 尤其是APS-C的R-mount 是很重要的 我看来 另外还有一支 腾龙 这支也是非常棒的 11-25 2.8光圈 色字16-17 30-32 即是第一段大三元的2.8 这个是很棒的 但是我自己喜欢Sigma 那支 你喜欢Sigma 因为那支10-18 细枝好多 再细枝 即是Sigma加上腾龙 这就令到它满足了RF的战线 差一支长镜 打不到仗 打仗要用贵镜 不是 它自己有支100-400 那支是平镜 你说它很不好 我们没有什么 即是小光圈 你那些平镜几千元 那些电数行不行 不知道 都说我们没有 它是平镜的 是平镜的 是平镜的 是在讲长支 我讲长支 我讲长支 好像你的声音这么实 不说 我说今天 我说不说 你这个图像 很棒的 我说是平镜 那这支镜 大家认为它的价钱好吗 因为它的标价是5280 绝对好 因为通常这些二手 2800左右 有机会收取 就是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的标价5280 出到街上 可能不用5000 其实腾龙有人赢好 这个真的要责 因为它香港刊货 有五年保 五年保 又不是开玩笑 好像有些店舖 卖了七年 有些店舖 加两年 七年 所以五千多元 七年 其他品牌都没有 我追不到 连Canon自己 或者Nikon自己 都 但我没有 没有公司可以 七年 不要不要七年 五年 五年都很厉害 五年都很厉害 很厉害 其实这几支镜 对RF-Line的APS-C 很重要 尤其是你们 交涉 抹了两年 别怕 但这支镜 我推出了两年 现在被它使用 这支镜 不只推出了两年 你刚刚说 哈哈哈哈 这台是什么 Mád Mád 6 MAC II 大约是我6年前买的 18 timeframe 19 irgendwann 几几分钟 用你上去打 printed 的ああ 循时 很快的 我这支 摄ional A5S계 margin 就是我要这支 一模一样 不一样 这时候我教你们看 这里的氧化是和这个一起做的 下面这一节是新做的 所以不懂得吃的 调定都不同 那间氧化厂走了 转了药水 那你做镜子的 我不懂的 但我只有两支镜是一样的 两节识这件事 肤厂镜没所谓 原厂镜子真的说不通 你怎会分开两节做的 因为他迟早 这些负存 去负存 可能他是想让你觉得 我现在有个神猛 他一望就知道是神猛 我觉得要测试一样东西就是 那个速度会不会快 因为始终现在那个对焦是很短的 应该是进步了 没理由输到US 这个机器是我六年前 很喜欢拿来 因为太轻了 放了一两支镜子 是等于没什么 另外呢 我用来拍片的 当年 虽然他这样玩 人们也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到 它轻轻了 加一支11 12 哇 天下目的 拍片 真的 很古董 六年前 六年前 这个是最佳的拍摄 普通拍摄 他拍摄绝对不慢 绝对不慢 绝对不慢 基本上 当年我是很喜欢这套机的 现在已经是六年了 但问题是 我现在 没办法再用了 因为它已经生产了 不继续了 另外就是 你买什么的 都未必有 所以就是 很遗憾的就是 整天说 我们 何时天端 党、彌克 这混音 他说话 可以说什么 很简单 六年 接着 他的 RM ABS KV 第三年 这又是 那个 有小点的 这还又小点的 這款是旗艦塔 你又不可以說旗艦塔 都是旗艦塔 但他真是很受歡迎 他真是很受歡迎 不止我的 都兒都很喜歡這款機 很多人很喜歡這款機 我也有買的 我也有 很小的 很簡單 六年前他已經有這個科技 是這麼好的 這麼強勁 而當年價錢又便宜 對焦又快 其實 當年不是支鏡的價錢 對 那些鏡子又便宜 這些鏡子是二千多元 This is inflation This is channel 你想要大光圈 他還有16 1.4 哇 即是二十多 1.4高圈 連二十多mm都還可以有散景 你看多好 所以我都說了 你看我有多少鏡 一機四五鏡 所以N.D.sir真的 特朗普拿過TikTok糖 就說Invasion 那Canon這個呢 Invasion 這個就通縮 哈哈 他Invasion 肥了很多 肥了很多 他肥了 肥了 所以 這個就是 幾年前和幾年後的事情 究竟現在去到這個 可能這兩個星期 我會出去試機試鏡 都公平一點說 他多了很多東西 例如他會鎮上 鮮黃鮮 鮮黃鮮 鮮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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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了USM 好像很蠢 但是他有時候 那些工廠的工廠 他做了十年 二十年 所以他有時候 他隔了一條數 其實我現在隱動砍了他 然後我推出一些 可能比較健碩的機 然後再 好了 如果大隻的時候 再推出一些小型的機 那你便會買 例如R18 即是 即是 那他推出了這麼大 再推出一些小型的機 那你便會買 但如果開始 他推出一些新的 RF Blender 很小 那你會不會再升級 做大隻 不會反過來 即是可能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猜 即是可能他先推出大隻 到時推出一些小隻 你便會用課金 即是他推出一些長焦 但是十六光圈 那慢慢就買大光圈 沒錯 你先推進去 這個也是一個因素 但是我聽過另外一個 因子 即是 其實很多人說 M6Mk2 或者M50 Mk2 都是很好賣 但是在Canlon的立場 就覺得 是賣不到鏡 或者他們自己 不出鏡來買 只是賣了Kid 或者賣了 一支 11-20 那就沒有了 11-22 那就沒有了 但是他自己不做 就給Sigma 給騰龍做了 但是呢 如果他剪掉M 是賣這支 於是他就可以賣很多RM的鏡 但是他自己也不出鏡 而且現在靠副廠 其實也好的 至少可以選擇 如果以前沒有副廠 大家都在副廠 那樣是不能選擇 我想一個成語 就是進去失去 是 他原本是打算解開 不讓你們做 才這樣做 是啊 結果你又是一樣 結果你又是一樣 都是要讓他搞 那他自己搞不到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你究竟想怎樣 如果你好像這樣 你不如好像以前這樣 但是你搞了之後 結果你自己是搞不到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一套RM ABSC和Full Film 都是RM 然後你可以賣多些鏡 這樣 我覺得殺這個M是合理的 是有一個原因 但是原來你根本都搞不到 你自己的RM 甚至沒有鏡 現在很多人都是用Full Film鏡 用那支16 即是Full Film 放入ABSC就變成24 25 他也有兩支便宜 也很輕的 借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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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 不過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選ABSC 要選他 這個是問題來的 好了 他現在很專業級 但是他價錢也很專業級 我可以過購買 是的 即是他更貴 很奇怪 你會覺得 如果我用這個價錢 我未必選他 即是我要新的品味 一定不選他 現在其他品牌 好像大家帥哥的 又被人蠶食了 以前你帥哥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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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機能真的不會比R7差 感覺是 他的賬數比較高 所以感覺上差不高 但是他的賬數比較高 而且拍片他更厲害 拍片他肯定更厲害 但是 世界不是只有一個牌子 始終用來交易 可以選擇的 有其他牌子的競質 你還是用回10年前的口袋 即是他沒有變過 你想想其他牌子的旗艦機 他現在各個出來的價錢 以前買一部1VX的價錢 在說5-6萬元 現在你的旗艦機 在說3萬元 3萬元 4萬元不用 但是他沒有變 開價4萬元 然後賣入3萬元 Sony也有什麼 Sony先拿了3萬元 他吃了你 他說那個是旗艦 然後發現原來還有一種 原來他再出 那是另一件事 他已經吃了 他第一口都沒有吃 你就拿別人的 叉燒了的玻璃 想著吃那一口 要比較 唐枕 那隻 那隻 簽多少 飛機 F20幾 你都要這樣計 你都要看同步 我們攝影有 看這件事 不同的 我們看可能是我們的圈外 或者我們香港的地區 是 但他可能是高層 所以我覺得我們有使命 要宣傳給多些人 他不用力 哈哈哈 因為你不可以讓他們 壟斷 因為始終不大品牌 就是壟斷 他有鋪了很多銷售培袋 那些銷售培袋 人家不理不 總之你出它便有 但是當我們不斷不斷 一人一把口 告訴人 其實事實是這樣的 給了一個動力 廠真的認真 去研究一些好東西出來 那我們便會受惠了 真的 你看看現在 逼到R1出來 你是否受惠 你又多了生意 一部設斗 又被你拍片 哈哈哈 有壓力才有進步 不是 有壓力才有進步 不是 哪有這麼多firmware 給你更新 有這麼多片給你拍 哈哈哈 哈哈哈 因為事實上 只是幾年前 我用這隻 就是M6 Mark II 其實 因為這個系統 我本來對他們 是很有寄望的 是 不過後來 就越來越失望了 因為沒有鏡子 我用它 喂 大哥 我Adapter也不行 現在又 開心了一點 所以我要去試 開始去試 但如果APX 真的要付錢買 你會不會買這個 我似乎不會 我會買低一兩個 就是R50 R50 R10 不會買R8 我又不會買R8 R50 R10 原來R100 是太低了 看我來說是接受 其實R100 這部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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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是拍攝這部的 機能來講 這部很明顯是高過R50 R10 他什麼時候肯做 就是買一層 或者他可能收到意見 做R&D工程 兩三年 他需要時間 我想他也不會回頭 R就是R 他一定是用這個系統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他買完這部 可能會出一些小的 才再買一層 就算他搞這部 他也會用RM 然後搞一個小的 所以沒辦法這麼小 都沒有 沒有的 RM 這麼猛 你看看 不夠小的 大一點 大多 大多 加少一點 沒錯 Manda 有什麼用 因為Manda 設計新的鏡頭 給那部機器用 才有如線 你現在是用M-Mine的鏡頭 然後換大Mine 在法蘭 他沒有改變的情況 鏡頭是沒有漂亮的 即是Mine大了 但是沒有漂亮 你沒有好好利用到優勢 其實Mine不太小 因為Mine大了很多 Mine大了 用來宣傳 真的不差很遠 所以 為什麼不太好利用自己的優勢 我覺得這樣 不是不行的 只不過是沒有好好利用盡 這是Sigma問題 對 這是Sigma問題 我明白的 Sigma要去負傳 但是Keylon自己 要想 現在Sigma就出了 所以你說得很對 應該是這樣 Sigma就任由他 他自己就要出資 很漂亮 年量比你更貴 應該是比你更漂亮 對 應該是這樣 是很難的 ABSC的用家 通常很少投資這麼多 也是 所以看到Sony 通常在ABSC 越來越少 無論是鏡和機器 都越來越少發展 所以R7當時不是很尷尬嗎 很尷尬 就是想怎樣 專業又不能力 他們的定位 不是尷尬的 因為他認的一件事 就是打掌1.5成 1.6成 1.6成 打掌1.6成 所以那支100500 100400 打掌1.6成 所以當時人們就覺得 為什麼要用R7 不用R50 不用R10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打了快 當時EOS的7系 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 這是舊的概念 其實用轉折環 轉折EF的白鏡 打掌都應該夠快 都應該夠快 因為以前的大炮 其實都很厲害 是 因為長焦其實 應該是你上不駕駛很遠 長焦在駕駛那裡 沒有那麼影響 就算是以前的 我會說 就算F1和ZM 其實不是天空地 以前的運動都是很漂亮 但是廣角鏡駛很遠 廣角鏡駛很遠 但是長焦也有不分別的 就算是不駕駛也好 始終它新的駕駛 顏色 或者一些修正 摩拿 都會快 但是是不是天空地空 不是 但是廣角絕對會 但是現在的長焦 不是畫質弱性 是重量 真的輕了很多 是的 沒錯 畫質那裡是沒有弱性 但是重量 而且光圈是不使用到那麼大 如果你放一支白鏡 你又要露腳架 他自己這部影片 就是R7和宣傳片 都寫腳架 是的 當然 牛腦這麼大 我看F1的影片是單手的 哈哈哈哈 像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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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其實是很輕很小的 打著鏡頭很多 非常之多 而且現在打著鏡頭 以前那些一定要用大鏡頭才能做到的事情 其實現在是不需要的 我們現在記不到張單給Tano 結論也是這樣 哈哈 他有支200-800也很受歡迎 是200-800 你看張圖嗎? 追性的全部都是 他現在出了 那些7200-800是短的 可以縮起來的 後來出了一些大鏡頭 被人爛了 縮起來又被人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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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像罵人 進退失去 哈哈哈哈 都是Sony極 Sony極有做輕有做靚 是呀 肯定很厲害 收迫港錢做 哈哈哈哈 70-180也對 不是 這70-180是很好賣的 但是70-180是好多的 重很多 就是選斬 重很多 這個就是 真是漂亮的 真是 但是 不需要 我也說了 為什麼我經常 我需要的 哈哈 我們在二十年前已經開始玩攝影 那時候 我不需要大三元 我不行的 真的 真的 是世界的 一定需要的 但是現在 你說真的需要不需要大三元 很多 你真的不需要的 正如70-180和70-200 是真的相差的 但是你需要不需要最後兩三分 就是95-98-9分 其實180-200真的相差很少 如果計算長焦 但是 如果我們拍攝Fastor Show 那個質 就是光質 尤其是 那些衣服 那些位置的邊 是相差很遠的 還有 有一樣東西的 就是 可以加TC 即加增加 對 又是 你一落 即70-180 或者7-200 加TC 一定有不同 不如說說Canon 沒有辦法 沒辦法 記不記得 你伸縮的Canon 是無法加增短的 沒有記錯 你沒有記錯 那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是 真的是正用的 這個就是衡量 很簡單 現在這個世代 輕細收得 是非常之適合的 正的 超大可以PC 又 加利快樂 但是他聽說錢 收錢可以留的嗎 一五次留的 我們真的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是正常 因為我們要說真話 是不是 現在不落場 哈哈哈哈 但是我們習慣小馬大幫忙 我自己认得 哈哈哈哈 因為有一個原因是 你買得7200 是 通常都是有要求 還有 即是開工 其實是 開工很多 你知道 不是很想買 那些四百多長的 是 插PC 很多 就是省一點的 當你不插PC 我又要多打一支鏡 那就是結束的 但是他收得細 我覺得是 他是一個選擇 怎樣說呢 因為我有支7200 你狂的那支 真的很重 以前那些 以前那些 你去旅行 1.4kg 我老婆很現實的 她看不到那支 她又不可以去新聞 我女兒有什麼表演 她就很想愛你那支鏡 在台上 你拍得真的 真是漂亮一點 但是 真的很重 這是現實的 我真的很羨慕 那支白鏡 可以掃上 又輕又小 又做到差不多的效果 那支鏡頭 真的重到瘋 7100 7100 好像真的差一點 不過可能只是我自己知道 對 有時候你出了一張照片 其實是沒有人覺得有事的 但你自己心思思 就覺得有事 通常都是這樣 我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我總是覺得差一點 但是沒有人看得到 那些同學 都說很棒 其實我心裡又覺得差一點 我老婆都過不了關 她只是認可7200 2.8 還有那支51.2的Nomica 有沒有興趣 有 有 買一個廣告的 我會給你一張單 很困難的 繼續 好了 我們今天還有什麼說 差不多了 因為這個題目 主要我想說這個 我們不如說一些記憶 先收據 不然也 沒錯 好像沒有什麼建設 你記憶Cannon 就這樣 大家說一說自己的檢查 我覺得是好事 一定是你多點檢查 寸袋放回那幫 是好事 因為其實除了這兩隻 講漏了一隻 這麼厲害 三羊 三羊 都出了十二次了 RF 孔 這支我玩過 是 不行 算了 你沒有人 不是很 有餐廳 有餐廳 有支 Nomica11 Anson1 沒有出R孔 讓人們走路 即使說 現在 三羊 騰龍 Sigma 三間廠 都有RMine 鏡 但全部都是APS 即是 希望Full Bay 希望Full Bay 都快點來 那你再說你的記憶 這就是 就是我的記憶 Full Bay 是的 事實上 我覺得 每個牌子 其實你有這個實力 你是不介意其他廠出 差不多的 或者 如果你被授權 別人就跟別人說 差一點點 是吧 那大家可以更多 選擇 所有的 用家都會得益 因為他很小 因為他很小 我之前試過 二萬元 雙眼鏡 因為他很小 因為他很小 他很小 他很小 因為他很小 他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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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小 反正我懷疑他 那些人 這個應該是 所以是誰 我們可以 歡迎 歡迎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好了 是的 我正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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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推出的 11mm 1.8 大家可以 上網 上網 CAMO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說CAMO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說完了 我們又吃飯了 拜拜